你 谁呀 你呀 你有病啊 这么热天抱三个球在这干嘛 我跟你讲 我这下打入敌人内部 你们学校 一棒神经兵 我可跟你讲 我答应过我丈母娘 就安初夏的妈妈安阿姨 我一定要好好保护初夏 你不是现在还喜欢安初夏吧 我喜欢她的时候你还没出场好吗 现在都第二季了 我从第一季就开始喜欢她 哎呦 从第一季直到现在都没追到 你还有意思说我 让你追追追 你追 那什么咱俩换个点了 去哪 那边那边 等一下 我跟你讲 当年在猫尔楼胡同 有一个混混 整天带着一群小混混 对初夏死缠乱的 最后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都不用我出手了 初夏一个人 撂倒他们一大片 真的假的 初夏就因为这件事扬名立万 简直闻者伤心 见者流泪 不过呢 对付初夏这种女孩 你得掌握好度 知道吗 什么度啊 想知道吗 说呗 对 这个是我祖传的秘迹 当年我封少就凭着这本秘迹 打遍猫尔楼胡同 天下无敌手 怎么样 你这本书全是你的汉 你看 还追女十八世 八字都写错了 还追女 还封少祖传 这本书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你到底要不要吗 不要还我 我要我要 把握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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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了 放手 这什么学校 这傻屁知道啥了 闪开 闪开 不要接近安初夏 张天川 穿的这是什么 造型还挺别致 严肃点 我跟你讲 经过绑架的事情 我正式宣布 我 现在是安初夏的贴身保镖 你们以后谁 要接近安初夏 都要先通过我的安检 听到没有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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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能保护你 行 一般江城穿成安初夏保镖了 是吗 据说现在见安初夏一律 连内裤都要检查 没想到啊 剧情变化够快的 怎么了 我还以为韩七路跟安初夏是一对呢 不是说韩七路为了救他都受了重伤吗 哎呀 昨天向满魁不是回到四地来了吗 七路少爷肯定要回归公主的怀抱咯 难怪 不过话说回来 那个江城穿到底什么来头啊 不知道啊 嗯 这什么 海带 您要吗 嗯 嗯 带回我们去操场 嗯 好 七路啊 听说你受伤了 这个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听说对伤口特别有效 要不 我帮你涂 不用了 初夏已经帮我处理好了 安初夏 听说 碧班那个江城穿 现在是一刻也不离的 贴身保护安初夏呢 你说说 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你是不是特别无聊 初夏 我 我有点事儿 喂 干嘛呢 江城穿你够啦 怎么了 从上午到现在你一共下走了十五个人 其中有一个实习老师 两个小班主任 三个宝剑主任 其他的是路人同学 甲乙丙丁 你觉得再这么折腾下去 会有人搭理我吗 我这不是为了保护你吗 刚才男的贼没输业 一看就没有安什么好心 你